10月11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 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于华英犯拐卖儿童罪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张某某、杨某某等9人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杨妞花是被于华英拐卖的儿童中的一名 1990年,杨妞花出生于贵州知金县一个苗族家庭 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 1995年,杨妞花在贵阳被于华英拐卖至河北邯郸 26年后,她根据自己儿时的记忆开始在网络寻清 并于2021年5月10日正式与青生姐姐相认 2022年6月,通过杨妞花和各方的努力 终于将于华英亲手送上了被告席 在10月11日的庭审结束后 杨妞花向媒体讲述了庭审细节 到现在我们已经一审二审,然后又发回重审又在一审 我们几次见面之后,我发现她的态度不是一般的 我可以说她的心理素质还是极高的 她之前她上来的时候,她还会在 没有进庭之前,她就开始掉眼泪 但是这次完全没有,而且她在跟我表达的时候,跟我吵架的时候 我们那个检察官都说她请你端正你的态度 然后都要这样给她说,包括法官在给她说话的时候 她都说,听不懂你说的,我听不清 就是一副都是,就是感觉自己好像不是一个罪人 还是那么高高的在上 真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我在里面气得我 甚至她还是反驳,她说她没有对我造成过伤害 在拐走我的过程中 另外有一名儿童就是指证她 说她对另外一名儿童也造成了虐待 她也是失口否认 公诉机关指控,于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 另设新的拐卖儿童案件 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公诉机关提请以拐卖儿童罪追究于华英的刑事责任 17名被拐卖儿童没有一起是余光英主动交代的 案件化一冲通之后,发现了四起犯罪事实 六名被拐卖儿童 就说这儿童有其中一起的儿童儿童是 通过我们现在的大数据跟着证别 找到之后,因为在大理和立江这两起犯罪事实 人家对王家文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们在一块生活 比如说立江那个,王家文和被拐卖家长 故事处朋友在人家住了吃喝住三年 他非常清楚,他知道是王家文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媳妇是余花英 但是如果一个案件开庭之后 很多人都说余花英的老公叫王家文 人家就说这个王家文是不是当年在我家把我孩子拐走的王家文呢 而且实际那个情况,人家孩子已经找到了 这个时候通过王家文说,又提示王家文才知道 老天儿文,他的媳妇就是余花英 现在这就把案件拐走 过来 当年王家文的王娃拿开,余花英过来没开了 大儿子买三千块五块钱 一儿子买四千块钱 大儿子走到一年多了到现在没有得见面 孩子他也必须人情 我们没有对他见,也联系不上 小儿子今天三月份,通过人家识别 我不需要王娃跟我养了,不需要他跟我送走 我只知道他过得好,没有咱俩打败打出去 就是父母最大的爱 不是我们父母的抛弃他 我们没有买他,我们并不是不抚养他 我抚养那些权利,别人犯子和每家不得了 我没有办法 他应进行了最后陈述 本案将择期宣判